宪法法庭在20号判定了死刑是有条件的核线 那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同时也是小灯泡妈妈的王婉瑜 先是在脸书发表了签字文 提到了在小灯泡离开之前我理解废死 但我无法支持废死 而且他又说到我也不支持死刑 因为就算行凶者死亡了 也没有办法还我孩子的生命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尊重大法官的判决 不过在社会安全网的部分 政府的态度还是缓不消极 他认为国家还没有做好相关的配套措施的准备 作为一个相信民主的人 我们应该要相信司法独立性 也应该要尊重司法的独立 所以对于昨天大法官的判决们 我们是给予尊重的 那我也觉得在之前的辩论庭 又或者是在昨天的判决的说明 我认为大法官们已经非常谨慎 而且细致的去做好了他们的准备和说明 那我们也看到说 昨天是一个有条件的核线 但接下来政府以换国家应该要做的是 如何能够让国人是有信心的 是有安全感的 这才是党武之急 因为过去不论是在精神卫生法的修法 又或者是在社会安全的补动上面 我觉得政府都仍然非常的缓步 甚至是回避和消极的态度 那对面对昨天的这个有条件的核线之下 其实必须要是一个最严重的行为 以及最严谨的司法行事程序之后 并且要以制觉才能够有做出 做出死刑的可能性 还有过去的这些案件 如果不符合现在的条件 检察总长是应该提起非常上述的 还有对于精神障碍者 智能障碍者等等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行为 以及司法的可能性的情况之下 是不得已处于死刑的 那基于这些国家到底做好准备了吗 我要在这边非常沉痛 但是也非常愤怒的告诉大家 我觉得国家没有做好这些准备 面对了失线的结果之下 我觉得国家真的应该要加紧脚步 负责任的让全台湾的人民 对于司法是信任的 对于国家安全 对于社会的安全是能够有信心的 那这是国家不能再怠惰 而且必须要加快脚步的部分 宪法的法庭宣判事件的结果 认定死刑有条件核线 被质疑根本就是实质的废死了 实质评论员谢寒冰认为 赖清德在担任总统期间 其实迟早都会执行死刑的 而且时间点大概就落在于 他失证出了重大的状况 流失了大量的民意时 这时候他就会来抓一个死球 把他抓来枪决 挽救他的民调支持度 那我一位在绿媒工作的朋友 就跟我透露说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些判决结果 他们就说 他们已经有听到民营党内的风声 就是提到 其实赖清德任内 是一定会执行死刑的 赖清德会不会执行死刑呢 其实我认为会 我也觉得 为什么 因为其实赖清德 对他来说 其实第一个 何能不是他的神主 Face也绝对不是他的神主 Face也不是他神主 赖清德不是这种个性的人 对啊 所以对赖清德来说 只要他失证出了状况 然后这时候需要一个强行争 来挽回民意的时候 他就会去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看 他最在意的几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 2028一定要连任 再来顶多台独 可能还算是他的神主牌 其他为了民调 为了民意 万事皆可泡 不是吗 我跟你讲 他最近连台独都丢了 前两天不是在跟民进党的人 在讲说 我们现在这些什么什么 全部都不是台独 连台独都不是神主牌了 现在神主牌叫民主 民主 你真正耐心地想讲 是独裁独裁独裁吧 对啊民主人 名你个头了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因为赖清德 是个独裁个性人 所以我对他有信心 我认为只要他失证状况一不加 他应该就会去执行死刑 就是这样 基本上死刑犯 现在变成贡品 变成祭品你知道 对 你看蔡英文那个时候 不是也是拖拖拖拖好久 到最后失证状况不加 就双掉一个 就是这样子 现在就变成 只要 只要失证者无能的时候 这个时候死刑犯 但是要被解决的机会 宪法法庭宣判事件的结果 认定死刑有条件核线 被质疑根本就是实质废死 直视评论员黄阳明 就举了两年前 震惊社会的台南杀警案件为例 当时的凶贤林姓吴 原本是在外溢间服刑 却逃狱杀死了两名原警 并且持续地逃跑 在被逮捕之后呢 也就马上坦诚犯刑了 黄阳明质疑 对于这样子的重罪犯 难道法官还是坚持要告诉我们 他是有教化的可能 台南杀警案他一审是判死刑 然后呢他二审的时候 今年就是二审的审判的过程 那个成审的法官 他前一次开庭 他就是这样讲 他说等宪法法庭的 这个解释出来 再来做裁决 那我知道结果啦 我知道他的判决结果啦 而且他现在是把这个 这个凶贤 叫林姓吴嘛 把他送所谓的鉴定 鉴定什么 精神鉴定啊 不是不是有无教化可能的鉴定 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等着看 等着看这个案子 会不会也会变成很快变成 所谓视线过后 从死刑变成无期徒刑的案件 未来的整个台湾死刑 会从什么样的方向去演变 你就我们就现在就要看嘛 比如说台南杀警案 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指标 第一个他杀了不止一人 第二个他是已经 关到外溢间还逃 到外溢间就是给他叫化的机会了 他还逃出来 他还杀了两个警察 然后还落跑 那像这样的你要 你要跟我们讲说他有叫化可能 而且他自己都已经全部都认了 他都不争执了 那我们就等着看 这个案子会怎么判 如果最后没有办法判他死刑 那会不会社会上的舆论 会有一种就是现在司法 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大家就不鸟这个司法的判决 于是呢可能就会有一群 自以为正义的人 去代为执行法令 很有可能 是很有可能的 是很有可能 甚至比如说 这些所谓的死刑犯假设 他们就去追说 他在哪边上班 他在哪边 我去帮你处理 只要死刑犯符合适用条件 可以请求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 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了 当加害者不断的提出非常上诉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大家 被害者的家属要找谁上诉 他们找哪里去正义申诉 死刑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是当前台湾社会的底线 这条底线我们绝对不能退让 当加害者不断的来提出非常上诉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被害者的家属要把谁上诉 他们找哪里的正义去宣诉 我们当前的社会不应该为加害者 找过多的理由跟机会 我们要请听被害者跟他们家属 他们内心的追星之后 我们不能让他再度的受到伤害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赏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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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